宋太宗 北宋太平新国四年 宋太宗赵公义愈驾亲征北伐 一举灭掉了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 实现了对全国的基本统一 这是宋太宗对北宗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 正当大宗将士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等待论功行赏时 宋太宗却突然下令 一兵本上准备攻打辽国 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 那么宋太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呢 百家想谈栏目邀请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之宋太宗第十二集 兵败高粱河 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我们留下来的所有的记录下来的文献 得出一个结论 大宋在灭北汉之前 灭北汉之中 从来没有讨论过 出兵收服燕云十六州的问题 所以宋太宗的灭了北汉以后 兵阀幽阴 要取幽云十六州的这个决定 只能是一个临时决定 既然是一个临时决定 那么这个决定是怎么出笼的呢 怎么会临时突发奇想 产生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呢 因为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决定 它意味着大宋和齐三族建立的辽国 要有一场恶战 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是两个 第一叫得意忘形 太得意了 为什么太得意了 北汉存在了二十九年 周世宗柴荣 宋太祖赵方印 多次兵法北汉都没有成功 宋太宗把他解决了 你想想 柴荣是什么人呢 太祖赵方印是什么人呢 这么两个杰出的 五代十国到大宋的建立者 这么两个杰出的帝王 没有解决北汉的问题 这个问题留给宋太宗 把他彻底解决了 所以对于宋太宗来说 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正极 而且也是证明他超越宋太祖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所以宋太宗太宗太得意了 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宋太宗是个凡人 别看他身为皇帝 穿着龙袍 大宋的皇帝 皇帝也是凡人 是凡人 就会有凡人的所有的优点 也有凡人所有的缺点 尽管他是大宋一把手 大宋最高统治者 但他是个凡人 我们要求一个凡人 不说错话 不做错事 很难 因为他是凡人 第二 叫错判形式 宋太宗灭北汉 哪一点上他错判的形式呢 打圆 因为北汉之作与难灭 是因为北汉的后面有一个强大的辽国 有辽国的强大的军力作为后援 而这一次宋太宗在太平清国四年 正月到五月初六 这段时间对北汉的最后的这一级 是因为他成功的在使命关阻击了辽国的援军 把辽国援军打败了 而且打得很容易 打得很轻松 打得很顺手 消灭了辽国军队一万多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所以这场胜利 对于宋太宗来说 让他觉得辽国的军队都说他很难打 那么在宋太宗的眼里 不过而而 不过如此嘛 我宋太宗照样把他打败了 所以宋太宗 他的胜利 让他对辽国的军力做了一个误判 这就导致他下面的决定了 当然 这个决定做出来以后 尽管它是个临时心意的决定 但是皇帝一旦做出来了 就得执行 那么大臣们是如何看待的呢 大臣们分成了旗帜宣明的两派 一派极力赞成 一派极力反对 但是奇怪的是 反对者没有声音 用什么来反对呢 用沉默 赞成者声音很大 很响很亮 谁是赞成者呢 殿前独语侯 崔汉 殿前司的独语侯 崔汉是赞成者中间的佼佼者 他是最强有力的赞成者 崔汉 在宋太宗做出来了兵伐幽云的决定以后 崔汉讲了一番话 这番话 在续字通鉴长编中间有明确的记载 此一事不容在意 称此破诸之事 取之甚意 实不可失 这件事不能再说了 我们应当称这个破诸之事 迅速的把幽云十六周拿下来 崔汉讲了两条意见 第一 叫机不可失 实不再来 第二 要成胜进宫 拿下幽云 还有一个文臣叫赵昌岩 这个文人说的更形象 他是个文人 说话带有文学异味 他说现在我们把打北汉的军队去打幽云 打辽国的军队 像什么呢 自此取幽州 由热奥翻饼 我们从这儿去打那个幽州 就像在那个热奥子上面 翻那个煎饼 大家知道那个大热奥子吗 那么大这个热奥子 翻煎饼 那就一下就翻过来了 崔汉 赵昌岩 两个人都有一个主张 要打 理由也只有一条 叫成胜之事 成就我们灭掉北汉的这一个气势 一鼓作气 拿下幽云 解释 是他们共同的理由 这是赞养派 反对派 是一大帮 但是这一大帮人都不出声 只有一个人出声了 这个人 在后来我们大家 非常熟悉的杨家将 胡家将 这些演艺中间 出现过的一个人 这个人叫胡言赞 胡言赞 对赵昌岩热奥翻饼这个话 做了一个评论 宋代有一个笔记 叫注使 在注使中间 胡言赞说了两句话 书生之言不足尽信 此饼难翻 书生之言不足尽信 此饼难翻 这个饼太难翻了 你因为打齐丹 打辽国 就像在奥子上翻饼吗 这个饼太难翻了 但是 反对派 没有声音 那么反对派 为什么不主张 现在立即出兵去打 优云十六州呢 两个理由 第一 不能打 第二 不想打 为什么不能打 不能打是三条理由 没有思想准备 没有物质准备 没有军力准备 打这个尾汉 打了四五个月 然后要翻过太行山 到达镇州 就今天的石家庄 再从石家庄 向幽州 就今天的北京出发 你现在坐高铁 你还得走 个把小时了 当时那种情况下 你就是不行 你也要十天的时间 才能走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士兵们在打了北汉的时候 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所以这时候 接着再打 士兵们都不想打 已经是不能够再打了 思想上没有准备 军力上没有准备 士兵们又非常疲惫 所以不能打 第二 叫不想打 因为所有的将领 给所有的士兵 都希望在灭掉北汉以后 能够得到两点东西 第一 奖赏 第二 修正 打了将近半年仗了 所以最迫切需要的 奖赏和修正 军队士兵 打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为了得到奖赏 现在你奖赏一点不给 掉过来还要叫我们再去卖命 都不想打 但是 话又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呢 大家都知道太宗皇帝赵光义 一个大毛病 说的文雅一点 这个人是特别专制的一个人 说的通俗一点 这个人 凡是他决定的事都很难改正 只要他说办 你就别再说了 别再劝了 再劝 再难 都不行 他都在办 这么一个专制的一个皇帝 决定了事 你只能沉默 所以当宋太宗临时新意决定兵伐辽国 要夺取燕云十六州的时候 绝大多数将领 沉默 不表态 实际上是反对 当然 皇上决定了 领导决定了 不能打 也得打 宋太宗在消灭北汉后 继续挥视北上 试图一举收复 幽云十六州 面对比北汉强大得多的辽国 宋太宗的愿望能否实现呢 敬请关注 宋太宗旨 兵败高粱河 幽云十六州 也称燕云十六州 是指五代时 石敬堂为了建立后进 而割让给契丹辽国的十六个州 燕和幽指的是北京 云指的是山西大头 幽云十六州 位于今天北京 天津 山西 以及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幽云十六州的割让 使中原地区失去了 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屏障 大宋不得不直面契丹的铁蹄 于是宋太宗仕途 撑着征服北汉的士气 继续北伐 一局收复幽云十六州 那么这一回 宋太宗能否得偿所愿 等待大宋将士的 会是什么呢 当然 这一打就出问题了 这一打就出问题了 当然 这个战争开始的过程中间 打得很顺 为什么顺呢 两个没想到 第一 灭了北汉以后 立即兵伐幽云 是大宋的将士没想到 所以大宋的将士 用脚来投反对票 因为北汉在哪了 北汉的都城在今天山西的太原 太原打完以后 要从太原 跑到北京来 那现在当然很方便 高铁 北京的太原高铁 古代非常艰难 一千年前的 北宋初年 那时候有什么东西 那要带兵翻过太行山 然后到达郑州 就进遍了十二帮 到了郑州以后 再向北进军 到北京来 那么这一路上 翻过太行山 走到今天的石家庄 从郑州出发 是太平新国四年的六月十三日 六月十三日 从郑州出发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情况 文献上明确记载 护从六军 有不及时制度 什么叫护从六军 有不及时制度 就是到了 集合起来 要出发那个时候 有人不来集合 集合的时间到了 有人不来集合 这意味着什么 人家根本不愿意打 所以宋太宗 雷霆 震怒 非常恼火 他要集合军队去打仗了 结果他集合不起来 人 有很多人不来集合 所以他就下令 要把不来的人 晚来的人 军法从事 结果 他手下的大将 劝他 我们的目的是兵伐齐单 去收复燕云 我们现在还没有打 就把我们大将给杀了 把我们士兵给杀了 那么你今后在打仗的时候 士兵们还愿意卖力吗 将领们还愿意卖力吗 那不可能卖力啊 未出师而先杀打将 不吉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赵光义啊 宋太宗 没有处罚 当然这没有处罚有两个原因 第一 听尽意见了 没处罚 第二 他本来就不想处罚 不过是装装样子 第三 可能是两种想法都有 总而言之没有处罚 但是就出师 就表现出来 人心不齐 君心不齐 第二 辽国没有想到 辽国只想到 大宋去灭北汉 没有想到大宋灭了北汉以后 马不停提来 直奔幽云来了 直奔幽都来了 没想到 所以辽国没想到 辽国就没有做准备 辽国没做准备 大宋的初期 就打得初期的顺利 所以 从今天的石家庄 就是当时的郑州出发 一直向北打 经过 卓州 然后打到幽州城下 只用了时间时间 就从今天的石家庄 打到北京城阁了 就是当时的郑州 打到了幽州 十天就打过来了 打得很顺 当然这个顺 意味着 更大的不顺 这个顺 更助长了 宋太宗的 砖断 他觉得他的决定太英明了 你看这一路打得顺的 他没有想到 更大的恶战 在等待着他 宋太宗下令攻打辽国 乘胜北伐的大宋军队 只在一天之内 兵败高粱河 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大宋又为何会如此惨败呢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结果 6月23号到达幽州城下 6月13号从镇州出发 十天以后 6月23号到了幽州城下 开始攻城 结果这一攻 十几天过去了 到了7月6号 城还没有攻下 结果7月6号 就爆发了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高粱河之战 高粱河在哪呢 高粱河就在今天的 北京城内的紫竹院 北京城内的紫竹院 当时就叫高粱河 这个杖就在这打起来了 因为老北京城 是不包括紫竹院的 7月6号 高粱河战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大宋的军队突然受到了城外的一股辽军的偷袭 这城外怎么还有辽国的军队了 城外这股辽国的军队是大宋在灭北汉的时候 辽国派出来去援救北汉的军队 在石领关打了败仗退回来了 就前几个月灭北汉的时候 去援救北汉的那股辽军 在石领关打了败仗退回来 住在哪呢 住在了当时幽州附近的德胜口 清河沙河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北京市的昌平 昌平的清河沙河 就是当时的援助北汉退回来的败军 这股军队人数不多 但是这股军队 宋太宗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因此没有抓紧时间 先把这股辽军给违剑了 没有把他消灭掉 给他留在了城外 结果这股辽军做了两件坏事 第一 挖了个地道 从昌平挖了个地道 挖到北京城内 通过地道 给幽州城内的辽军通了气 你们好好坚守 有什么事 我们在外面支援你 守城的军队 信心增强了 这股军队在外面 没有把他消灭掉 是个祸害 第二 他们起的第二个作用 是在高梁河之战 也就是太平新国四年 七月六号 高梁河战役爆发的当天 他们抢先对大宋 围城的军队发动偷袭 所以宋太宗一发现 他们还来骚扰 我不灭你们 你们还来骚扰我 所以下令停止攻城 反过来打这部军队 当这部军队人少 打不过大宋的军队 但这部军队不退 开始是死打 后来是边打边退 他就把大宋的军队给缠住了 把大宋的军队给缠住了 其实是辽国国主的一个计谋 大宋的军队不能脱身了 到了七月六号 大宋的军队给辽国城外的军队打的 眼看就要取胜的时候 到了傍晚 到了晚上了 晚上 辽国的援军突然间到了 辽国派的多少援军呢 十万 十万援军 每个援军士兵手里边 举了两个火把 十万军队就举了二十个 二十万个火把 所以大宋的军队正和城外的辽军打仗 眼看就要打胜的时候 已经打了一天的 筋疲力尽的 突然看见北方来了一大部军队 每人二十万个火把 你想想在战场上出现 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大宋的军队惊呆了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这么一股军队 有多少人毫无准备 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 幽州城内的守军 打开城门 开始冲出城外 对宋军进行夹击 原来被打败的辽国城外的军队 进行反击 三股军队合为宋军 大宋的军队 一下子军心散了 这军心一散 就溃败了 军心一散 溃败 辽国的军队 追杀了 三十多底地 大宋损失了 一万多人 这就是 著名的 高粱河之战 宋太宗攻打辽国 兵败高粱河 此次惨败 还带来一个意外 武功俊王赵德昭在不久后自杀身亡 赵德昭为何要自杀 他的死与宋太宗就有什么关系 静静关注宋太宗之 赵德昭之死 兵败高粱河 使大宋军队不仅损失了一万多人 军粮物丝损失惨重 而且宋太宗赵光义 颓步中箭 险戒被捕 狼狈讨算 颜面尽失 可以说 这是宋太宗一生中最大的军事失败 而这次惨败 距离收复北汉 不过仅仅两个月 那么强大的大宋军队 为什么会在一日之间 一败涂地 高粱河之战带来曾经的后果呢 为什么是在幽州城下 高粱河会一败涂地 一天之内败得那么惨 连皇上差点都做了俘虏 为什么 原因很多 我们捡几条主要的来说一说 首先说一说战略 战略上有两点事物 第一点事物 是轻易地否定 放弃了太祖 收复幽燕的战略决策 太祖皇帝 昭凤印继位以后 对已经成为历史问题的 幽燕十六周 幽云十六周 当时他的国力 他的兵力 不足以收服 所以太祖皇帝 昭凤印想了一个办法 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 把每一年国家财政基于 放到这个基金里面去 他想着等将来这个钱攒多了以后 我通过赎买的办法 把这块地给赎买回来 应当说 这是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的一个决策 我首先用赎买的办法 解决历史一流问题 买过来 第二 如果赎买不成 我再拿那个钱 去招募天下的勇士 用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应当说 这是宋太祖解决 幽云十六州的战略决策 而宋太宗 很轻易的就否定了 放弃了宋太祖的 这个书买为先的这个策略 采取军事手段去解决 而其实 宋辽两国在这之前 已经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这个紧密的联系 达到什么程度呢 大宋去讨伐北汉的时候 大宋已经兵伐北汉了 辽国的使者 还被派过来 来慰问大宋的皇帝 还来问皇上的起局 史书记载叫 奉书问起局 大宋已经起兵灭北汉了 辽国的皇帝 还来奉书问起局 可见宋辽关系是相当友好的 所以大宋如果继续执行 太祖皇上那个策略 赎买为主 凭借着强大的军事 凭借着强大的精致 然后我来买 我把它买回来 能不能行得通 我们不知道 至少说是一种尝试 如果尝试不行 等你的国防力量 等你的经济力量进一步强大以后 那么再来解决这个历史移动问题 行不行呢 也可以考虑 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宋太宗急于 要超越太宗 急于完成 太祖皇帝没有完成的使命 显示自己 证明自己 所以导致高粱河之战 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 这是战略上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就是没有把北汉和幽燕 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战略决策 宋太宗从来没有把幽燕十六州和北汉 作为一个整体在战略上加以考虑 他所考虑的所有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无论是灭北汉 无论是收复幽燕 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没有从更高的一个战略决策上来考虑 所以仓促决定 而仓促决定就是一场赌博 任何仓促的决定都是一场赌博 所以最后赌输了 而且输得一塌糊涂 除了战略上的两点失误以外 还有什么原因呢 还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轻敌 轻敌造成其中我们刚才讲过了 两个方面 一个是灭北汉 打员打得太顺利 第二 打辽国 前期打得太顺利 所以造成了宋太宗 对辽国实际军力的不了解 太轻敌 第二个原因 叫军纪不整 军队的胜利 靠军纪严明 太宗这次北伐 最大的一个问题 出在哪了 是先灭了北汉 再打辽国 为什么先灭了北汉 再打辽国不行呢 因为先灭了北汉以后 北汉的皇帝投降了 北汉皇帝一投降以后 北汉的国主刘纪元 把他宫中 北汉是个小国 他宫中没有多少天妃 整个宫中的女人 大概有一百多个宫女 把这一百多宫女 都献给了宋太宗 宋太宗挑挑拣拣 把一些好的留下来了 剩余的赏给他手下的将领了 这军中一带着这样的女人 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那士兵们呢 士兵们没有皇上赏的 士兵们就抢 抢了很多北汉的女人 做军纪 这样一来 北伐的大军中间 从主帅太宗到将领 再到士兵 这里边有大量的随军女眷 军队的士气 他关键的不是女兵 他是女眷 导致整个的部队的士气 不整 士气不安 军纪不整 这是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 战术失误 战术失误 三个方面 一 没有部署打员的军队 宋太宗光想着速战速决 他没有想在幽州城下 整整打了 十三天 打成一个赤酒战 他本来想着迅速把它拿下来 所以没有安排打员的军队 结果人家辽国派的十万援军来了 他没有安排打员 这是个失误 没有把城外的辽军彻底整肃 城外还有使领官 败退下来的辽军 没有把它消灭 这股辽军在高粱河战役爆发的当天 首先攻击大宋的军队 托出大宋的军队 最后造成合围 第三 四面围城 又是打太原那套打法 其实当时守幽州的士兵 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史书记载叫什么呢 叫翠兵弱足 翠兵弱足 就是一些没有战斗力的士兵 本来这些士兵如果是三面围城的话 这些士兵早就开溜了 结果宋台中来的四面围城 那怎么办呢 进退无忌 反位坚守 反正是逃也逃不走了 那我们就拼了嘛 用着守经给大宋的军队拼了 所以大宋军队在这方面战术上又犯了个错误 如果是三面围城 网开一面 守军守不住了 逃了 弃城而逃 大宋军队到了幽州城内 辽国的军队就是援军到了 还去拒城而守 不至于兵败高粱河 这叫战术错误 第四点 军心不稳 这很容易理解 本来打完北汉 大家想着要奖赏 要修整 现在是既不奖赏又不修整 反过来还要我们继续作战 所以没有人愿意打仗 军心不稳 第五强弩之末 什么叫强弩之末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强弩之末 是不能穿颅稿 说这个剑射出去 刚射出去的剑 它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这个剑跑到一定的程度 当这个剑的这个劲儿完的时候 将要落地的时候 那么这个剑连一个薄薄的一层纱 它也穿不过去 这叫强弩之末 是不能穿颅稿 它连一张纸都穿不过去 连一块布都穿不过去 大宋的军队在灭了北汉以后 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幽州城下 都连续攻城攻了十几天 已经是疲惫不堪 不能够再打了 在这种情况下 要他和辽国的军队 三面围攻的军队来打仗 所以兵败高粱河 所以我们从战略来讲 两大原因 如果具体来讲 五个原因 导致 大宋高粱河之战的惨败 那最后就生了一个问题了 既然这一仗打得这么失败 那么这一仗带来什么结果呢 一句话 后果很严重 第一 辽宋关系又友好变成敌对 宋辽关系本来是经过了太祖太宗的调整 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程度了 但是因为高粱河之战 彻底惹恼了辽国的国主 其实辽国并不在乎北汉 辽国最在乎的是他的核心利益 所以对于辽国来说 谁是他的核心利益啊 优云十六州是他的核心利益 你进攻优云十六州 他就给你玩命了 所以辽国从此以后多次南下 进犯大宋 对大宋进行军事报复 所以两国的关系 由友好变成敌对 重新变成敌对 第二 辽国多次实施军事打击 对大宋实行军事打击 第三 辽国加强了优云十六州的防御 本来优云十六州的防御并不强 但是这次高粱河之战以后 辽国加强了优云十六州的防御 所以大宋今后再想打优州 更难了 第四 严重挫伤大宋军队的士气 军队的士气非常重要 没有士气 士兵们就没有作战的信心了 第五 对于宋太宗来说 他的初衷是想通过优州提高自己的威信 巩固自己的地位 结果是十得其反 威信丧失 地位不稳 所以高粱河惨败 他的受伤和他的逃亡 对于宋太宗的打击是巨大的 而且在高粱河之战中间 发生了一场意外事件 这个意外事件 极大的刺激了宋太宗 使宋太宗 迅速地转移了他的目标 那么 这一个重大事件 是一个什么事件 为什么他对宋太宗刺激那么大 请看下集赵德昭之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